本文转自环时深度观察 挪威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已经殃及迅路 在严寒的北极地区 挪威正在与俄罗斯的边境线上修墙 他们要阻止的偷渡者是一群迅路 不仅如此 对于已经误入俄罗斯境内觅食的迅路 挪威采取的做法是找回后厨子 据欧洲新闻网25日报道 挪威正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地区 重建拓旧的迅路围栏 已阻止挪威境内的迅路群 越境进入邻国俄罗斯 这一工程将花费50万欧元 预计于10月1日完工 有挪威官员称 今年截至目前已有42头迅路 从挪威进入俄罗斯境内觅食 对于挪威政府来说 这些动物偶尔串门的代价实在高昂 他们需要向俄罗斯支付巨额赔偿金 作为俄罗斯操场损失的赔付 挪威农业局表示 俄罗斯向他们提出了两种赔偿方案 一种方案是 对每头进入俄罗斯境内的迅路 收取约6700欧元 另一种方案是 挪威一次性支付约630万欧元 作为给俄罗斯保护区的补偿 挪威农业局表示 今年进入俄罗斯的42只迅路中 有40只已被带回挪威 其余两只预计很快就会找回 农业局的一名负责人说 由于担心找回的迅路 再次回到俄罗斯 已有数十头越境的迅路被散杀 挪威食品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出于安全原因 这些被宰杀的迅路尸体会被要求销毁 挪威和俄罗斯边境沿线的迅路围栏 全长150公里 最早修建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54年 挪威农业局表示 涉及此次重建的部分 是其中一段长约7公里的围栏 报道称 这项工程的挑战之一在于 工人们必须在施工期间 始终保持待在挪威一侧 如果工人在没有俄罗斯签证的情况下 进入俄领土 那就相当于非法入境 农业局的一名负责人说 报道称 这些迅路是由当地的土著居民 萨米人放牧的 大约9000年前 萨米人带着迅路群 在欧洲的北极地区定居 活动范围从挪威到芬兰 一直延伸至俄罗斯 不过大部分人口还是居住在挪威境内